我今天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初說到兩億美金 是柯文哲說的嘛 所以有人去檢舉了嘛 那偵辦過程當中 一定要傳訊他嘛 這是一定的嘛 大概他點過名的余信商人啊 紀將軍啊 魏先生 我相信大概都會被傳吧 陸陸續續都會被傳 因為余金堡是有公開露面過嘛 所以大體上應該都會傳啊 不過領個五百萬 五百塊貼補家用 又不是領個五百萬貼補家用 五百塊貼補家用 都是一些 嘴皮子的事啊 我覺得這個就不用了 藝人政黨 他有否認過是藝人政黨嗎 選前的時候 應該那個誰也在吧 任俊也在吧 有一次友台不是 集團裡面不是專訪課的時候 他也說過藝人政黨嘛 他也沒有否認過嘛 而且選後的時候 他還講說他不能離開民眾黨 因為一離開民眾黨就倒了 對啊 沒認證的啦 所以罵他藝人政黨 我覺得也大概對他來說 不痛不癢嘛 不是新聞了是不是 他自己都說過 民眾黨就藝人政黨啦 對不對 所以罵他藝人政黨 這也不用再多說啦 不過民眾黨裡面當然很簡單一件事啊 一個政黨的發展靠一個人喔 其實走得下去走不下去 你譬如說賣療 我記得我們在這邊也討論過吧 那個賣療林靜冠是不是 主委他不是說嗎 那時候雲林補選的時候 賣療補選他不是說嗎 你可以把林靜冠爭笑耶 但你不能把雲林縣黨部主委爭笑耶 那時候大概有很多的行程都是跳過他嘛 他們排的行程都被否決嘛 都被調整嘛 所以第一個黨部主委出來嗆話 其實他在那個LINE群組 LINE裡面嗆的話嘛 有沒有嗆 有啊也是地方黨部被跳過去啊 啊當然這個蔡婉禎 他的臺南縣 臺南市黨部主委要卸任嘛 他也說了差不多的話嘛 那當然我覺得比較好奇 他說這個什麼空口白話啦 批判的聲音對黨啊 選物啊都無意 當然他這一段話講的到底是什麼人 毫無疑問從他的語詞來說 大概講的就是黨內那一批人 黨內的那一批人嘛 因為黨務選物無意 講的已經很清楚了嘛 他也特別提醒說 2026年中央跟地方要合作嘛 那當然他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想應該是當初跟李全教同台那一件事 大家不是撇得很乾淨 扯得很乾淨 大家都在撇嘛 個人行為什麼行為 都在撇得很乾淨嘛 所以他大概也認為 黨中央那一些人 大概就他用的字詞是打嘴炮 空口白話 當然可能就指著黨內一些人嘛 當然我覺得一件事啊 你當你現在兩個主委 一個在脈搖選舉上面 在line裡面的講話內容 一個是要卸任的主委公開講這一段話 那表示什麼 地方上面的這些主委 某種程度上都有一些不被尊重的感覺嘛 就是中央特別強調中央跟地方要合作 那換言之是什麼 在選舉過程當中中央跟地方不合作嘛 賣療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嘛 送頭馬車啊 他還特別提那個黨裡面的人要那個凌缺勿滥啊 怎麼樣怎麼樣 那大家又回到那個 那個大家都在想的那個民眾堂 文哲老大 這不是最喜歡講的 對啊 文哲老大 所以 你說這些人卸任講的話 我覺得柯文哲要聽一聽 我覺得柯文哲要聽 我覺得 你先罵柯文哲罵久了也懶了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聽一聽黨內 這些在地方經營的人的講話嘛 你請了八年來在市政府裡面的團隊 終於請了蔡壁如 對不對 Grace被停權 沒請 張毅現在也不在民眾黨 沒請 對不對 所以你那時候大度一點 你連小英那時候曾經在那個四大運是不是 林鶴鶴出來講話 講到柯文哲 當初在四大運的那一段的時候 也不是太好聽的話嘛 對不對 那你為了空戰 林鶴鶴當初就是小英的空戰 包括陳志忠選舉的時候 他也去負責空戰等等嘛 當你有需求的時候 過去大概批評你的話 你都可以忘記 來 那你 我